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游戏的DLC合集也会有2.5折的促销优惠 与此同时 全面战争系列也会开启大促 促销会包含大部分的全面战争系列游戏本体以及DLC 但是全面战争三国 罗马全面战争 全面战争战锤系列以及DLC不会进行促销 接下来则是一则谷歌的消息 大家都知道谷歌已经以云游戏为入口 涉足游戏市场 近日在接受WMA采访时 一名谷歌第一方游戏工作室的创意总监称 谷歌正在尝试利用机器深度学习来帮助游戏开发者制作游戏 他们在向外部游戏工作室了解 哪些游戏内容开发起来重复度很高 哪些游戏内容是需要人工把握的等等 这名创意总监解释道 像暴雪的魔兽世界 其实美术和编辑的工作有着很大的重复性 如果使用机器学习来帮助开发者创建重复性高的内容 一支十几人的开发团队就可以开发大型游戏 但也有玩家在新闻评论中质疑 机器深度学习创造出的内容 是否会和玉璧流水线一样没有灵魂 4月已经接近尾声了 我们即将迎来五一长假 日本也即将迎来黄金周 在去年4月30日 Steam曾迎来日本黄金周突然活动 多款备受玩家喜爱的游戏 如尼尔 生化危机系列 人亡 黑暗之魂等日系游戏都有很大的折扣力度 不仅让我们期待今年是否还有黄金周特卖 有消息称 一些日系厂商已经收到了Steam的特卖活动邀请 并有望在北京时间的5月1号凌晨1点 开启今年的黄金周特卖 如果有特别想买日常游戏的玩家 建议提前出好充值卡 大错的时候容易涨价 先对一起 Steam销量周榜已经新鲜出炉 伴随半价促销和寒风通行证的强势降临 决定筹生重登榜首位置 并且通行证寒风也拿下了第二名 排在第三的是威慑的VR套件 叫上周跌落一名 相信半条命埃利克斯的火热为其贡献了不少的销量 让无数玩家常叹 齐坎续作发售日日 夹起无翁告乃翁的奇马予砍杀2 排到了第四名 而在前几周 齐坎2一直都是强势战榜第一 紧随其后的是 放下仇恨与外星人一起反恐的 优服齐美拉战队 本作叫上周潜进了四名 将SFC上像素风高清三D化的 圣剑传说三重制版取得了第六名 适合情怀粉丝入手 新上榜的还有无主之第三的两个版本 和全面战争战锤2 此外 老实人GTA5排名第八 叫上周下跌一名 第一人称恐怖生存游戏 异形隔离 迎来骨折新史低6元 比上次史低降价22元 本作的故事背景设定在电影异形后的15年 艾伦雷普利的女儿阿曼达 为了揭开母亲消失之谜 被卷住了一个不满异形 各方势力的求生之传中 游戏在气氛渲染和画面上 极大的还原了电影的风格 从飞船整体的外形到内部的结构 从武器装备到日常工具 就连一些诸如CRT显示器 电话杂志等小细节 都做了原汁原味的还原 而游戏中于原版电影的配乐和音效 以及电影原版人马的配音 更是能让玩家一秒重回当年被吓尿的感觉 非常值得一行的电影粉丝入手 另外一款恐怖类游戏 甜蜜之家第二章 也是骨折心史迪 24元 比上次史迪降价44元 开发商表示 这次折扣是因为疫情特供的 并且本作在去年12月份 已经更新了简体中文语言 在甜蜜的家第二章中 主角将来到神秘的森林寺庙 继续寻找失踪的妻子 第二章除了一如既往的态势恐怖爱 还加入了类似于 生化危机系列的射击元素 玩法和优化上呢 都比上一章节有所提升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即可访问YXTCG 售买高折扣 DM钱包充值卡 和游戏CDK的微点和微信小程序 那么